飞机在恒春机场上空盘旋后 降落跑道并滑行到停机坪 菲律宾白镜航空一架中型螺旋桨引擎客机 21号完成包机空机试飞 县府希望争取恒春机场成为常态航线 不仅让观光业者相当振奋 连元香也越越欲试 恒春机场有这么久都没有营运 这机场对观光业者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期待 那尤其是在国际旅客的这个部分 为了活化跟春机场创造机会 平县府过去四年拜访东南亚及港澳地区 共六国 四十多间航空公司跟旅行社 原本六月要启动每周一班包机 因肺炎疫情搅局到现在才是非 而且全程不关引擎不开舱门 只做相关塔台飞行数据 跟起将测试后就离境 但以为恒春机场活化跨出重要一步 我们在短期活化恒春机场 终于可以卖出新的里程碑 未来中长期的部分 还是希望我们在整个跑道的设施 设备导航等等都能够同步来提升 也同步来改善 能够让它可以永续经营 潘木安强调等到国际疫情解封后 就可正式开航 展开国际包机航线载客服务 未来除了拓展更多周边国家包机旅游 推中长期计划增长或改善先游跑道 以及新建导航设备等 希望提供国际搬机 全年起降的机场环境 原始讯文歌手屏東恒春采访不到